利将军补充一下这个绿扁帽 我同时要让利将军谈一下 最近这个陆媒公布了这个 大陆的轰6K 飞越了宫古海峡 前往西太平洋 沿海进行训练 飞行飞越了第一岛链 飞行超过了1000公里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遭到外击 外击大家都说应该就是美国吧 还有别的吗 遭到外击逼近 而且这个外击 你看到主动 晾出肚皮怎样 你看我有捣蛋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遇到外击挑衅 那后路可以怎么办呢 航向不变 高度不改 按时抵达目标空域 完成训练 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晾你的 我飞我的 是不是 飞行员也接受了访问 说我的飞机代表国家 国家尊严不容有失 当时这是大陆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宣传 但是暴露了这个罕见的 大家过去没有披露过的 惊险的一幕 所以大家就知道 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 你看到第一个大陆的一些演训 正好是第四次 这个飞出岛链 然后这是解放军空军纪念队 第四次到西太平洋 沿海去进行训练 你怎么看的 这个外击的这个动作 还有这个轰六的这个 飞出第一岛链的这个训练 带给美国一个什么样的威胁 第一个我要说明一下 轰六K跟轰六是完全不一样的飞机 虽然说都叫轰六 但是后面的这种数字 它的这个英文符号所代表的含音 那又差很多了 轰六K是它最新型的 后面还有轰六N等各型的飞机 但它跟原来的轰六差别在哪里呢 我举几点 第一个原来的轰六它是旧款的飞机 它前面那个机鼻前面是透明的一个领航员坐在那边导航用的 那它现在那个舱啊 透明的那个领航员舱已经改成雷达了 所以已经是电站设施 那原来轰六它在机尾的部分有一个 有个机炮舱就是它准备空战的 那那个已经现在不适合现在的空军的作战 所以它已经把它改成一个电子侦察舱了 这也是它第二个改进 第三个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引擎换过了 它原来的是涡扇8引擎 它现在换了一个引擎叫做D30-KP-2发动机 那为什么换这个发动机很重要 因为换这个发动机以后啊 它可以多飞3000公里 然后再加上它有新增加就是空中加油的这些设施 所以整个轰六K跟以前的轰六K可以说是隔代的飞机 那全世界能够发展这种战略型的轰炸机 大概只有美国输货才就是中国 虽然说大家不要小看这轰六 它全世界能够有战略型的轰炸机 大概就是三个国家 但各位你看这个飞出去以后 这个轰六K它可以带什么呢 它可以带两种飞弹 一种叫做英级21 专门对舰的攻击飞弹 它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 另外可以长舰20 对陆的巡异导弹 它的射程也将近2000公里那么远 也就是它飞到这个位置以后 它只要一发射 它可以不管是对舰或对关导 都可以立即的攻击 发射巡异飞弹或者应激21 应激21就是空射版的东风21 其实威力大概航空母舰的话 I-8来讲的话不敢说打沉 但是绝对是受损很严重的 那我特别要强调 虹6K为什么有这种底气 可以飞到这边来 外机来以后它照样飞它的 为什么有这种底气 因为周边一定有其他的军机在半飞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解放军 最近公布的它的天鹰的这种无人机 它可能在前面已经有征收的这种 隐身型的无人战机在旁边 或者是说它的歼20在旁边 或者是说它有大型的 我们前两天讨论的这个双头怪的这种 大型的空中预警机 无人空中预警机在附近 所以它一定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甚至有可能在海面上面 也有它的掩护它的这些舰艇 所以一架轰炸机 它绝对不会无缘无故 自己一个人去逛大街 说跑到那边去逛一圈回来 绝对不会 它一定是整个作战的方式 整个团队去作战 所以它有这个底气 那现在它只公布这一段 所以说我外机进入 我单独对付它 实际上绝对不是 我相信 请问一下这个外机看到它之后 飞到旁边 亮出肚皮展示导弹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应对作业吗 对 就是要驱离它 驱离这个轰流 因为它如果说飞到 这个第一导链来讲的话 其实对关岛已经构成 直接的威胁 关岛第一导链 它可以直接攻击关岛 我刚刚有讲 它长舰20的巡弋飞弹 或者是应激21 已经可以直接轰炸关岛 所以说美军来讲的话 势必就是一定要驱离它 因为你到这边来 我已经在你的射程之内 那我一定要起飞来驱离你 那为什么它有这种底气 继续往前面飞 飞了我准备发射导弹 或者我再回来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旁边有整个 掩护的部队在旁边 所以一架飞机出去 它不会单独一架飞机 它包括到水面上面 是不是海底下有潜舰 在下面掩护它 因为我们知道说 如果说一架空军 弹入一架飞机出去 我们要预防万一这空军 这架飞机万一有什么 故障或干嘛的话 也要有救援的事 所以说海面上面 一定有共军的舰体在掩护 那你觉得大陆在这个时间 刻意公布这个画面 不但有讯息 你看到有画面 还有这个飞行员接受访问 算是一种蛮高调的功夫 这就是对美军来讲的话 就是我的这个 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 战力的一个展现 其实我们要注意到 后面来讲的话 可能代表说 今天我这个轰流 可以飞出去 等到我轰20成军的话 我一样可以飞到这边来 那对美军的威胁 可能那就更大了 包括它的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自己觉得解放军来讲 它现在个型的无人机来讲的话 区分很细 它不是查打一体 它分工分得很细 有侦察型的 有这个空中预警机型的 也有查打一体的 它分工分得很细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对美军来讲 第一岛链确实形成 很大一个威胁 尤其再加上它地面舰艇 那可能到第二岛链 距离可能还远 我们不敢讲 但是第一岛链 可以说完全在解放军的这种武力 武力的投射的距离之内 所以对美军来讲 威胁势必是一定很大 所以它才会做驱递的动作 但我们要看的不是一个外机驱离 你要看到的是什么 它后面可能是整个 它一架飞机杆飞到这边来 一定有很多的一个团队一起过来 这边掩护它 实行这个任务 包括可能有海面的舰艇 或水底的潜艇都有可能过来 那我特别要讲一下绿扁帽 我们台湾为什么到这几个地方出现 因为它就是教我们这个两栖营的官兵 一个大概两栖作战的一个技术 我们台湾只有一个两栖营 是陆军的不是海军的 大家不要误会 两栖营有三个连 一个在马祖 一个在金门 一个在澎湖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在金门跟澎湖出现 其实马祖应该也有 帮得上忙吗 其实这只是一些战绩 我觉得政治意涵比较大 尤其你看它透露出来的时间 去年12月 对不对我讲的是鬼打架 对不对 洋鬼跟酒鬼打架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 为什么这时候暴露出来 在惊吓水域发生这种状况 把这个新闻公布出来 所以政治意涵比这个军事功能多得多 那当然啦 就是说这个绿意就表示说 你看我们有美军 有美军在这边保护我们 真朋友真的来了 对 大概这个意涵比较大了 那之所以说战绩上面的训练来讲 我不相信我们国军的训练 需要说这些基础的战绩 要靠美军来讲 对啦 战场上拿不到的 谈判桌上也很少拿得到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